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美国社会学家 日前公布了一项研究 父母笃信宗教 并且固定带孩子上教堂 有助于孩子正面的发展 专家表示 儿童会从父母以及老师的身上 学习他们的行为和观念 而父母有固定上教堂习惯的人 他们的孩子也会更有创造力 责任感以及专注力 固定参加教堂聚会的父母 也代表拥有较高的自我控制力 连带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方面 因为孩子们常常出席聚会的活动 使得他们拥有较佳的社交能力 比较容易和其他的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另外研究也指出 具有宗教信仰的父母 比较会为孩子未来做规划 而时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孩子们 长大以后拥有较高的解决问题能力 而由于平常和父母亲一同活动 家人的凝聚力也比较好 而宗教团体强大的社会资源 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孩子 拥有比较好的学习榜样 以及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 另外一项的研究也指出 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 在学业表现方面比较好 根据调查 时常参加宗教聚会的小孩 在数学以及阅读方面的能力 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孩子表现更好 而他在上大学之后 会更努力在课业的研究上 平均学业的表现也比较好 综合以上的调查 拥有宗教信仰 似乎对孩子好处多多 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成为父母 记得要多多地带着孩子 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 我的家要荣耀珠 转世花园为生命 见你祷告的祭坛 承门在美的生意 我的家要敬拜祝 乐意身奉耶和华 活出祈祷的生命 充满感恩的生意 哈雷路亚天天赞美 祝比四福比恩庄 上次健康契罗 哈雷路亚天天的神 祝比四福比保守 我和我的全家 都要侍奉耶和华 我的家要荣耀珠 我的家要荣耀珠 转世花园为生命 见你祷告的祭坛 充满赞美的生意 我的家要敬拜祝 我的家要敬拜祝 乐意身奉耶和华 活出祈祷的生命 充满感恩的生意 哈雷路亚天天赞美 祝比四福比恩庄 上次健康契罗 哈雷路亚天天的神 祝比四福比保守 我和我的全家 我和我的全家 哈雷路亚天天赞美 祝比四福比恩庄 上次健康契罗 哈雷路亚天天的神 祝比四福比保守 我和我的全家 都要侍奉耶和华 祝比四福比保守